好,那這期視頻主要來分享 就是錢包或交易所我們要怎麼選擇 那如同這裡 因為在這裡大部分都是用 Beatle EX或Beatle Pro 當然還有其他的選擇 但是我之前是用Beatle EX 那後來我改用Beatle Pro 為什麼呢? 因為選錯邊虧很大 那我們接下去看 好,那你選左邊的就要趕快回頭 那選右邊的要恭喜你 因為他只收你買價的0.1% 賣價的0.2%的手續費 那如果你是選Beatle EX去進行加密貨幣的交易 手續費是包含在價錢裡面 那他的比例要怎麼算呢? 你是要去估一下現在的市價跟他賣或買的價錢 那通常我估過大概是2-3% 很貴啊 跟這個比起來大概是10倍 那eToro其實也差不多這個% 應該可以說他合理 因為可能這個是市場上的價錢 但是我覺得絕對不合理 因為在Beatle Pro 就只有這麼低了 只要約1.10分之1 那以前選錯邊啊 就是 還是小白的時候啊 不太懂 那也沒有人多介紹 那我希望經由這個介紹呢 大家可以 避免這個坑 然後你可以省下很多錢去買很多好吃的東西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 我們如果說有機會去選擇這個的話 就趕快去做一個註冊 那如果怕存在這邊的話 會 加密貨幣會遺失 那你可以存在冷錢包 不過說真的 冷錢包如果壞掉的話 也是直接變歸零高 一樣都有風險 所以這個要自己評估一下 那如果不知道怎麼在Beatle Pro去獲取自己加密錢包的地址的話 我等一下會介紹 好 我們現在來到Beatle Pro的首頁 OK 那如果你註冊成功的話 一開始的畫面是這樣子的 那跟大部分的教育所是一樣的道 你只要去點一個錢包 然後去再點一個加值 OK 然後你這邊去選擇你要加值的貨幣 比如說ETH好 你就打ETH 打錯了 OK 等一下 ETH OK 那你就看到ETH 那這邊就是你的錢包地址 那很簡單 你只要複製這個貼到你的HiveOS 或到你Windows錢包設置 那你所挖到的那個币呢 就會自動傳到Beatle Pro裡面 那就很輕易解決這些手續費的問題 那非常方便的 那希望這一瓶能夠幫助到 不小心入坑的各位 那覺得這一期視頻對你有幫助的話 還麻煩訂閱分享按讚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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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